我们第三批航天员的选拔 是面向我们空间站 自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的 这么一个需要选拔的 我们前面的飞行航天员的选拔 都是从飞行员中选拔的 这一次因为我们空间站 有大规模的空间科学研究任务 和空间应用的一些技术试验的一些任务 所以我们要选拔 一个是我们要继续从飞行员中 选拔航天驾驶员 另外我们要选拔飞行工程师 空间站是一个很大型的设施 我们三个舱段 每个舱段20多吨架起来60多吨 最大的时候还可以对接 两艘载人船 一艘货运船90多吨的规模 而且我们空间站还是可以扩展的 而且可以升级的 这都需要载轨的航天员的参与 而这更多的应该是今后落在飞行工程师的身上 第三列是有效载号专家 就是科学家 我们有大量的空间科学实验要做 这个过去 你像是没有不载人的飞行器做科学实验 你必须是固定的程序 固定的方案去做它 那么我们把科学家送到空间站上去 他就可以利用他的专业知识 和他亲自的操作 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方案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更高的产出的效率 无论是成果方面 也包括效率方面 进度方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